大家好,我是魏酸仁,我回来喽!耶! 这段时间,抱歉,让大家担心了 那我说完全没事呢?其实也不是 这次的事件爆发之后,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至少让我可以更看清一些台湾的社会的样貌 还有台湾媒体的样貌 不管这结果最后让我更喜欢台湾 或者是让我幻想扑灭 那我觉得这总是好看清真相 总是都对你是比较好的 所以呢,就是不只谢谢所有支持鼓励我的朋友们 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你们的所谓留言和讯息我都有看 还有比较理性批判我的论点的那些朋友们的意见 我也非常非常感谢 那甚至对我有一些人身攻击啊,各种抹黑啊 其实到头来,我还是感谢你们 就让我更认识他,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 你知道就是爱一个人不能只爱他的优点 他的缺点也要爱他啊 只是说,事情爆发的初期 我确实有点低端 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嘛 就是前一支影片,就有点那个情绪崩溃 因为是这样了,很多朋友们会觉得说 我干嘛在意酸民啊 酸民的留言,我觉得还好 也不是没有接触过嘛 大家知道我的频道 尤其有很多小粉红朋友们的攻击 我现在基本上都免疫了 但是,这一次的事情爆发初期 我看到蛮离谱的一些言论 就首先会有看到了有些对我母亲的一些侮辱性的言论啊 还有对我的协同还有身份的一些歧视啊 那甚至还有人开始说 我开的公司是中国渗透 中国出自然后来渗透台湾的政战组织啊 但是当下我觉得就是听到这样的言论 真的是有点让我崩溃 而且甚至大家知道那个台湾Can Help的韩文版 韩文版的配音是我配的嘛 后来我看到有粉丝告诉我说 有人在Twitter上面说 他是原译者 说他本来是翻译那支影片的韩文版啊 结果被我改了 然后也没有告知他我改了哪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那位译者本人啊 但是就是如果真的是译者本人的话 我想要试着去沟通看看 因为我也不认识你哦 当初外交部做这些影片 就是委托某一家影像公司去制作嘛 那影像公司之后就透过一些关系 然后找到了我 然后希望我配音加审稿 我相信大家普遍都知道 台湾为了Cold Style 他不另外再找一个独立的审稿 就是他知道我又有教稿能力 又有配音能力 就直接让我配音之外 就是希望可以帮他去修改 或者是顺他那个翻译的内容 那那时候我拿到那个稿子之后呢 我发现说这个语气和用词好像都不太妥当 就并不符合那原本的影片的样子 而且其实可能以韩国人一想看会觉得怪怪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请影像单位去询问外交部说 这支影片到底是给韩国人看的外宣用的 还是其实只是给台湾人看的内宣用的 那如果是内宣用的 那我觉得没差 那只是说我可能就不会想要特别参与 你要我配那个音 我觉得韩文很不自然之外 而且你要我重新去试着去修改 我不知道从何改起 那如果是外宣用的 要顾及到台湾的国家形象 给韩国人看的内容这样做的话 可能就不太妥当 然后我建议是找更专业一点的 更专业一点的译者去重新翻译 那时候我得到回复说他们没时间了 希望我直接来帮忙改 那这个过程中我也不认识那个原本的译者 而且这个中间的沟通全部都是由那个影像公司 当沟通的那个窗口 所以我完全没有接触到原本的译者 而且其实我从事翻译这么久以来 我是从来没看过什么样的案件 是审稿人员或者是教稿人员 还要再另外花时间去对原本的原稿译者 去告诉他就是你要怎么办 我只是被交办 我负责任务的人而已 我当然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情了 好那总之当事件爆发初起 就是以我立场觉得莫名其妙的 扣帽子啊断章取义啊 曲解啊还有造谣啊 还有误解的时候呢 当下确实开始怀疑起 我当初在过去15年 一直想要试着去用自己的力量去贡献台湾社会的这个决定 是不是很愚蠢的事情 那甚至还因为我为想要为台湾贡献的这个决定 让我的家人和朋友莫名其妙蒙羞 我觉得实在是很难过 而且也很对不起我周遭流 而且就是我youtube频道的初衷就是想要借由韩国社会的分析 提供给台湾社会解决未来的一些问题啊 或者当面的问题的一些借禁 不要断章取义 不要曲解我意思 那不是要照抄韩国的意思 你参考一下韩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处理了这件事情之后呢 好那就是又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 那不是你听好了 再来我想要用我的围保之力 化解一些台韩之间的没必要的误解和仇恨啊 我相信对初心两边的友善的交流是更有帮助 就不只是我自己会受益 我相信跟我一样有类似背景的 甚至你是对韩国友善的台湾人 或者是对台湾友善的韩国人的立场 都可以是好的结果 那本来一开始真的是不解 我觉得我被扣上中共同论的这个帽子 我觉得真的蛮目不其妙的 总之真的被扣上了这样的帽子 实在不解愤怒 后来就是哀伤之后呢 就是慢慢的慢慢的看着大家 对我的一些鼓励的留言啊什么的 慢慢的好像有在找回了一点信心 这个鼓励我发现其实来自其实全球各个角落 各地的华人其实都有在看我的频道 看到了很多很理性的分析 很理性的分享 看了非常非常感动 那总之我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所以从这样的鼓励中找回了信心之后呢 其实好像也可以试着理解 台湾朋友们不是大树了 但是有些激进的言论 背后其实是对中国的极度恐惧了 一方面比较感上的是 就代表的是 中国当局对台湾人民的这样的认知 看来是有一定的程度的效果 但另外一方面又反过来就想说 其实我好像确实也不需要为这样的台湾人而生气 也不需要因为他们的这些态度和反应而感到气敏 我可以继续维持我的初衷去做我认为对的事 好所以我的态度不变了 只要是理性温和的朋友们 无论你的国籍或者种族或者身份还有立场 只要你是理性温和的我都会很喜欢也很尊敬 好那最后我来各自对一些相对比较稍微激进一点的台湾朋友们 还有我的频道的粉丝们 还有一些中国朋友们 各自留一段话给你们 那就实验轴如果你要看实验轴 标示在下面 首先对中国议题非常非常激动的 激动的台湾朋友们 我感受到了你们对中国的威胁是多么的害怕 那现在的中国确实对台湾是一个威胁面穿 我真的是真的很清楚 这是我同意的 我相信绝大部分台湾人都是这样想的 而且这个威胁还有这个可怕的程度 其实就在越来越大 但是我是这样想的 我们的对手他到底多可怕 或者多强 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但是我们要不要对他有恐惧 是可以控制的 大家都知道的孙子兵法的一句话 知己知彼百战不淡 还有韩国的一句谚语 就算你哪天被老虎抓走 但是你只要脑袋清醒 你还是有办法活下来 所以对手越可怕 我们更应该很努力的去了解对手的想法 清除对手和我的优劣势 强化自己的优势 然后去补强 去弥补自己的劣势 绝对要避免自乱阵脚 这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道理 如果你只是一直喊着你好可怕 你不要欺负我 救命啊 饶命啊 讲这种话 老虎也不会放过你 只有你让自己更坚强更聪明的人 好 再来是对我们的粉丝们 我们观众朋友们的讯息 真的很感谢你们的鼓励 因为有你们的鼓励 我才有办法想重新振作起来 然后我会继续加油 继续坚持原本做的事情 非常认为值得大家一起来探讨的韩国议题 那也想要借此来跟大家一起继续交流了 因为我自己所看得到的世界有限 我想要和更多人交流之后呢 藉由你们的力量 扩展我的自己的视野之余 也想要交一些不同领域 不同立场的理性 温和的朋友 但确实感受到了 现在的网路言论环境 确实不是那么的好 如果是这样的环境的话 确实可能会很难 让你们这些温和理性的朋友们 可以畅所欲言 表达出自己的看法出来 我正在试着规划一个 比较友善的言论环境 让理性温和的表达自己的个人意见 和个人立场的朋友们一起交流 正在准备中 那这个相关方案呢 近期就会再公布给大家 那最后是给中国朋友们的 一段讯息咯 我看到有些中国朋友们 就是在一些留言处也好 一些地方来攻击我说 我也算是台独狗 一方面被骂台独狗 一方面被骂中共同仁 真的是蛮有趣的事情 我的政治立场啊什么的 应该就是 其实我也没有隐瞒 因为长期有在看我的频道的人 应该都知道我的态度 那虽然这次的这个事件 确实有点让我有点小小尴尬 但是其实我热爱民主自由的这个心 还是不解了 那台湾社会目前的民主的状态 有它的问题 有它需要改进的地方 不代表民主主义本身有它自己的问题 更何况 其实我爱民主 并不是因为民主主义是完美无缺的 只是想要试着让它接近完美而已 我们只是不断地去努力做这件事情而已 那以免有些中国朋友们觉得我在欺骗你们的感情 所以我在此很明确表达一下我对两岸的问题的态度 中华民国或者是台湾 其实其他国家都很习惯称中华民国为台湾 所以我们就叫中华民国或台湾好不好 它就是一个主权土地的国家 这我觉得就没有什么争论点了 那当然中国朋友们可能有你自己的立场 但是就这一点上我的立场很明确就是这里 我相信这一点台湾人之间的共识就非常非常明确的 但是我也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它建国以来 一直有想要并敦中华民国或者台湾 那也因为如此作为一个中华民国和台湾的一员 不可能不把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一个威胁 这个心态和这个心情呢 就算我再怎么欣赏中华文化 我其实我也很喜欢中国的一些历史啊 地理这些文文的一些东西 但是还是一样 不会影响我觉得现在目前中华民国和台湾 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这些事情 我相信这也是绝大部分台湾人都很明确的一个公式 但如果你要我表达我个人的期许的话 我希望是两岸可以和平相处 而且可以互相尊重 不是你上我下或者是你下我上这样的态度 我现在感觉有点难但是希望未来可不可以变成一个很友好的邻居 或者是一个分家的好兄弟 那当然我个人不代表全台湾 而且我相信如果是这样的关系的两岸的话 这不止有益于两岸人民 而且是会有益于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 而且希望跨文化交流 跨国交流的所有的人类 那当然政府跟政府之间的耍心机 斗争 什么安草汹涌 那是政府之间的事情 那是政治人物之间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只要人民可以有更多友善理性的交流 最终可以有办法让这个世界走向更和平的那条路上 我这个态度一直以来都没变 从我15年前选择来当台湾人 但那个时间点开始我从来都没有变过 那所以中国朋友们 如果你可以清楚认知到我的这样的立场 可能跟你的立场不同的状态下 你还是愿意可以跟我交流 那你就可以用理性温和的方式 可以跟我做朋友 那我很欢迎 我很想要跟这样的中国朋友做朋友 好那就差不多 今天我的回归影片就到这里了 那接下来我会一样回到过去的未酸人 好好的跟大家开开心心的交流 让我们彼此间都可以变成一个可敬的对手 如果是对手的话 是个可敬的对手 那如果是朋友的话是值得信赖 而且是很欣赏的朋友 那今天我的影片就到这里 希望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因为韩国以前 韩国整个生态系里面最强的生活就是老虎 现在韩国老虎都已经绝迹了 这个有机会再分享